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今天咱们来说说脑控 脑控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来看一则新闻 说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大概是三四月份左右啊 当时网络上有一个新闻流传的非常广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个新闻呢 说有一个河南郑州的一名教师 一个老师 在那天下午啊 突然之间自己莫名其妙的跳楼自杀了 跳楼自杀 这好像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 不过奇怪的是在哪呢 在于这个老师 他当天上午 给他的一些同事 还有学校的领导之类的 还通过电话 电话里说啊 自己被人脑控了 怎么回事呢 被人把自己的大脑控制了 自己经常的会出现一些幻象 被他人摆布 感觉自己啊 就跟个傀儡一样 所以不想这么活下去了 想结束这件事情 所以呢 当天下午他就跳楼自杀了 那么因为当时的这个事件 这个新闻 就让脑控这个词 开始让更多的人知道 更多人都想了解这个东西 他们都好奇啊 脑控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网上一查 查这脑控 我们能够发现 有很多有关脑控的 像是论坛啊 QQ群啊 贴吧呀 有很多这样的网络团体 常在这里面活跃的一些人呢 往往都自称 是脑控受害者 什么意思啊 在这些这个所谓的脑控受害者眼中 他们认为 有人人为的使用某种高科技设备 远距离的向他们的大脑 发射出了一些信号 这些信号呢 在他们的大脑中接收到之后 哎 他们会看到某些影像 某些声音 甚至是被这些信号控制 做出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动作 这就导致他做出一些平时 不会做的一些事情 说出一些平时不会说的话 比如伤害自己 或者去伤害别人 郑州的那个自杀的教师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在很多论坛当中 都有的一个观点 进一步的具体说 有人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脑控是什么东西呢 是在你还不知道自己被控制的情况下 你被人们控制 自己的大脑当中会产生幻听 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这个控制你的人 都可以通过这种控制 把你引入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幻觉当中 在这个幻觉里 可能有你平常最想得到的东西 摆在你面前 比如说酒色财气 当然也有可能你会看到你平时最不想看到的 最可怕的东西 比如你最爱的人被绑架了 被残忍虐待 被谋杀了 里面有各种的引诱 各种的刺激 然后对方会通过这种控制 一步步的让你精神崩溃 或者让你选择自杀 甚至去伤害别人 这是好像是人们普遍的对脑控的一个印象 其实如果咱们追根溯源的话 说脑控这个词 这个概念 也不是这几年刚出来的新名词 这个东西早在美苏冷战期间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美国的中情局就展开了一个秘密的计划 叫人脑控制计划 这个好像跟脑控是有关系的 不过呢 咱们要说这个计划呀 咱们就不得不先提提曾经在法国的某一个小村庄 发生的一起非常诡异的集体发疯事件 说这个法国的小村庄发生的这个集体发疯事件 它的时间是在1951年的8月16号 当时在法国有一个小村庄叫彭圣爱斯普里村 这个村庄比较偏僻 在8月16号这一天啊 这一天早晨 村里的很多人 那大部分人都突然出现了 比如头疼恶心呕吐等等这种奇怪的症状 而且进一步慢慢的 人们开始出现各种奇怪诡异的疯狂的举动 诡异到什么程度呢 有个村民 他在这个河边走着走着 突然就跳到了这个河里 一边跳进去之后呢 一边挣扎 一边还喊 说我这个肚子里有一条蟒蛇 我想把它淹死 还有的村民呢 在这个房顶上啊 爬上去 一边跑一边喊 哎呀 我是一个飞机 然后在二楼一跃而起 把鸡 摔下来了 摔下来之后呢 当然不至于摔死了 双腿摔断了 然后竟然是还站起来 还还爬起来 走了五六十米 这个情况非常恐怖啊 总之就是各种类似的奇怪的现象 这个现象一出现的 造成了当时这个村里 五个人死亡 好几十个人受伤 总计这些出现这种奇怪症状的 发疯的村民 有三百多人 那警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就把这村子给封锁了 记者们呢 哎 也是最先赶到了现场 比如很有名的时代周刊 当时也发了一篇报道 说这些村子里的病人们 都是野性大发的 在床上到处扭动 尖叫着 说身上开满了很多红花 想把它抓下来 这是其中的一句 也是描绘当时的这个 诡异情况 那当地的警方和一些科学家医生 在赶到现场之后 也马上就展开了调查 最终 他们通过居民们的这些饮食等等情况 发现导致这些人们出现这样的奇怪症状的 是一种有毒的真菌 叫做脉脚菌 这个脉脚菌 它是寄生在黑脉 或者大脉上的 人类一旦说食用了 吃了它 就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幻觉 那么 这个脉脚菌 是怎么被全村所有人都给吃下肚子里的呢 是通过什么渠道吃的呢 慢慢查 警方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这个人叫让雷纳德 这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村子里边一个非常有名的面包师 村子里所有的人家都会在他这买面包 于是这些专家们就来到这个雷纳德的这个面包房里 提取了一些样品 做了化验分析 最后呢 得出结论 说这个雷纳德 他在烤面包的时候 面粉里面 已经被这个脉脚菌产生的毒素给污染了 那村民们吃下面包之后 就导致了这样的奇怪的症状 所以说这个事查清之后 过了大概有一个月 到了9月20号 警方就把这个结果正式的对外公布了 结果公布之后啊 村民们全都不乐意了啊 都去找这个雷纳德 让他给做个说法 要给个解释 那这么一整 这个雷纳德 他的这个面包房 也是没法干了 只能是被迫停业 这样的话 他也没钱吃饭了 没有收入了 另一方面呢 还得顶着这些村民们 找他要说法这些压力啊 不断的跟村民们解释 跟村民道歉 说这个事啊 我也不是有意的 也不是故意放进去的 另一方面还得给出赔偿 不过在人们都在这争执的时候啊 只有少数的那么一两个人 想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们这个小村庄 在这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了 这几百年来 人们都在吃面包 吃的都是同一种面包 同一种材料做的 而且这个雷纳德呢 他在这做面包也做了几十年了 为什么之前的几百年 几十年当中 人们都没有出现中毒现象 偏偏这一次 人们中毒了呢 而且奇怪的是 全村的人全都中毒了 就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都开始意识到 这个奇怪问题的时候呢 在过了短短六天之后 也就是9月26号 这一天的中午 这个雷纳德的妻子 发现他的丈夫雷纳德 在村子旁边的小河里淹死 人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 都认为这个雷纳德 肯定就是凶手没袍了 他这肯定是感觉自己做的不对 感觉自己错了 所以畏罪自杀了 那么因为这个雷纳德自杀身亡 那么这起全村人集体发疯的 这么一个奇怪事件呢 也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 人们也基本就不再追究了 这就是发生在1951年的 这么一起奇怪的全村人 离奇发疯事件 在法国的这个彭圣艾斯普里村 那他们的全村发疯事件 过去两年之后 这时间到了1953年3月 这时候我们把视角放到美国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 德特里克堡陆军生物中心 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医学博士 他叫弗兰克奥尔森 这一天他接到了一个 来自中情局的秘密命令 让他去巴黎做一个秘密的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测试一个叫做LSD的新型药物 那么也正是这次药物实验 让他在来到巴黎之后 让这个医学博士奥尔森 认识到了当年的那个 彭圣艾斯普里村 全村发生的集体发疯事件 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里边还另有阴谋 那么在具体说是怎么回事之前呢 咱们先要了解 这个刚刚提到的奥尔森 要去测试 去试验的这个药物LSD LSD 这是它的简称 它全称叫做脉角酸 二乙基线胺 懂医学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致幻剂 咱们俗称 说叫迷幻药 那么提到这个LSD了 咱们必须就要提到它的发明者 是谁发明的呢 是当时瑞士山德士制药公司的一个天才医学家 叫埃尔伯特霍夫曼 他发明的 这个霍夫曼非常厉害 早年得志 23岁的时候就进到了这个著名的山德士公司 做了一名药剂师 后来在1938年的时候 它就合成了这种LSD 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一种液体 那再后来在1943年的时候 这一年的4月16号 这个霍夫曼在工作的时候呢 不小心吸入了一些这个 他发明的这个LSD 吸入之后呢 很快他就出现了幻觉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的影像 而且这个影像看起来非常真实 好像自己就在这个环境当中 就像是真实发生的一样 不过呢 这个时候他还比较清醒 因为吸入的量呢 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他坚持住自己啊 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举动 直到两个小时之后 这些幻觉才慢慢的逐渐消失 那么自此他就发现 这个LSD啊 是具有这个置换作用的 能够让人产生幻觉 于是为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个置换的作用 三天之后 他就又一次自己有意的服用了一些LSD 这次他服用了0.25毫克 在半个小时之后又一次出现幻觉了 后来呢 他逐渐的自己再试验 他发现这个剂量越来越大 产生的这个幻觉呢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真实 甚至自己的思维也会被完全扰乱 话也说不清楚 眼前是天旋地转 对一切呢 都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幻觉出现 比如说看自己的双手 一看这双手不是人手了 变成什么两颗白菜了 出现这样的幻觉 于是后来 在1947年的时候 通过这么多年对这个LSD的研究 最终呢 在这个霍夫曼的主持之下 他所在的这个山德市制药公司 就开始生产 并且出售这种LSD药片 那么这个LSD 当时他的主要作用 是治疗严重的精神疾病 或者为那些癌症晚期的 比较痛苦的患者 给他们减轻痛苦 咱们知道有一个英国作家 他叫贺须黎 他晚年得了癌症 当时他在去世之前 为了减轻痛苦 就曾经注射过这个LSD 所以说这个新型药物的研发 在当时来讲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他所在的这个 山德市这个药剂公司 他当然也就看到了这个 LSD的巨大前景 所以呢 他就告诉这个霍夫曼 希望能够提升这个LSD的药效 来研发更多产品 不过霍夫曼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拒绝了 不同意 因为这个霍夫曼自己 他是亲自试验过这种药物的 他知道 这个LSD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服用的剂量过多了 有可能会对人的大脑造成永久的伤害 甚至严重的能引起脑死亡 所以当时面对公司给他的这个提议 他说了一番这样的话 他说 发明LSD的初衷 是让大脑减轻对疼痛的感觉 但现在我很后悔 因为如果他落入坏人手中 会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霍夫曼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的言外之意啊 就是在说美国军方 怎么回事呢 当年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中 这个LSD呢 就已经被美国军方使用了 当时他们是把这种药物 给那些受伤的士兵服用 为的是减轻他们在手术之后的痛苦 这个初衷那非常好 但是呢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啊 军方发现如果说给一个士兵 服用过量的LSD的话 那么这个已经受伤的士兵 就会变得非常奇怪 首先因为这种药物 它有强烈的置患作用 那他们感觉不到疼痛了 再加上这个大脑产生的这些幻觉 甚至这个士兵腿被炸断了 都还能下窗走路 跟当年那个村子里那集体发疯事件 差不多 那么在看到这个LSD的神奇功效之后啊 军方就认为 这个东西可以广泛的在战争当中使用 如果说士兵都服用这个玩意儿 那美国的士兵肯定会无坚不摧啊 会很厉害啊 于是呢 美国的军方就责令让中情局进一步的研究 更适合战争使用的LSD 这也就是后来的人脑控制计划 那以上 咱们说的就是这个叫做LSD的药物的历史 其实呢 在一开始有了这个人脑控制计划 这个想法之后啊 美国军方 他最开始是希望这个LSD的发明者 就是霍夫曼本人来主持实施这个计划 但是呢 霍夫曼的立场很鲜明 咱们刚说了 他说了一番那样的话 言外之意就是坚决不合作 他知道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对人类没有好处 所以没办法 美国军方就只能通过中情局 又找到了咱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马里兰州 那个德克里克堡的陆军生物中心的弗兰克奥尔森 让他去法国来接手这个计划 而且呢 为了防止他跟霍夫曼一样 不同意做这个计划 所以中情局就没有告诉奥尔森 说这个计划具体是干什么 没有告诉他这么回事 就光跟他说 让他去法国去测试这个药物 所以说一开始 奥尔森他是蒙在鼓里的 他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脑控制计划 直到他来到法国半年之后 在1953年10月份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奥尔森在档案室里发现了一份秘密档案 这份档案的内容 跟两年前1951年发生在法国 彭圣爱斯普里村的那起集体发疯事件 有很深的关系 这份档案里说 1951年6月 因为还无法检测LSD的计量 对人脑控制的程度 所以中情局选择了偏僻的法国村庄 彭圣爱斯普里村进行活人实验 实验总共做了两次 第一次将LSD的稀释液体 喷洒到空气当中进行观察 但是因为计量太小 第一次实验并没有得到一些有效信息 对人体影响非常小 所以他们之后又准备了第二次实验 第二次 他们偷偷的把LSD 倒在了面包师雷纳德的面粉里 再之后就出现了全村的机体发疯事件 在实验完成之后 为避免走漏风声 中情局的特工 伪装成医学专家 赶到彭圣爱斯普里村 收集中毒的数据之后 暗杀了面包师雷纳德 让人们认为他是违罪自杀 所以说看到这 奥尔森也终于明白了 他正在做的这个所谓的药物实验 其实就是这个秘密的人脑控制计划 那么在明白这个事情之后 奥尔森也开始反对继续实验 最终在当年的11月中旬回到美国了 可是回来之后没多久 他就跳楼自杀了 那不过后来几十年之后 这个奥尔森的儿子通过调查 猜测他父亲应该不是自杀的 是被中情局的人暗杀的 当然这些呢 那就是后话了 咱们今天不讨论 这就是当年的这个人脑控制计划 刚刚咱们说了那个神秘的大脑控制计划 从这起非常反人道的实验 以及这个大脑控制计划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这个所谓的人脑控制计划 大脑控制计划 它其实只是通过一种化学提取物 把这个药物让大脑产生幻觉 进一步的还能够帮人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并不是说能够直接的通过药物 或者通过机械来控制人的精神和行为 所以说啊 这个真正的脑控并不是我们一开始想象当中的那种 完全的控制某个人的那样的脑控 其实严格来说呢 科学界通常说的这个脑控 它指的是通过我们的脑电波 对电脑的控制 对电脑对机械做控制 例如我们现在很流行啊 知道的一些前沿科技 比如脑控轮椅 脑控汽车 脑控护理床 脑控电视 这些设备 以前我们是通过手来控制的 那后来有了遥控器 我们用遥控器来控制 那用遥控器呢 这其实也是属于用手来控制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了更先进的脑控技术 我们可以用大脑 不用动手 直接来控制 而且呢 这种脑控技术 其实也并不遥远 现在在我们中国就已经存在了 比如华南理工大学的 李远青教授的团队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先进的 脑控电视机 让这个电视机 跟计算机 跟遥控器 连接在一起 如果要选这个电视频道了 那么就对着电脑上的 这个遥控器的 相应的数字按钮 看一会儿 然后我们的脑电信号 就会进入计算机 经过处理识别 最后呢 电脑就会给这个遥控器发出选台的指令 然后这电视就跳到相应的频道了 而且以此类推 其他的这个家电都可以实现这样的脑控 那不只是脑控电视 李远青的这个团队呢 后来还做出了脑控的电灯 在16年的时候 据说他们还正在做这个脑控的空调 那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成功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脑控的例子 跟我们最开始想象当中的那样的脑控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那除了我们国家 美国 他们也研发了一些类似的脑控装置 美国国防部有一个实验 他开发出了一种传感器 把这个传感器植入到瘫痪患者的脑部 然后他们就能够通过这个意念 来操作机械手臂 这也是脑控技术的一个实际体现 好像是在某些这个科幻片当中才能看到的 其实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技术 所以说说到底 目前这种科学意义上的脑控 是指我们的大脑去控制机械 而不是说通过机械或者药物 来控制我们的大脑 而且对于很多人 我们一开始想象当中的那样的那样的脑控 很多科学家呢 也都说了 根本不可能在人类不知觉的情况下 对一个人进行所谓的这样的脑控 那么在明白这个脑控的真正含义之后啊 我们可能就会发现 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发现在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很多所谓的这个脑控受害者最后自杀或者杀人的事件 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教师自杀了 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没有被人脑控的话 为什么会自杀呢 这一点啊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 这就应该是属于医学领域的内容了 有一些认为自己被脑控的那些人 其实他们更有可能是某种心理疾病的患者 比如说最著名的被害妄想 被害妄想症的患者 他往往会无中生有的坚信周围某些人或者某些集团 会对自己进行打击 进行陷害 进行谋害 或者破坏自己的家庭等等 而且在他们的眼中啊 他们认为这种加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可能是给你下毒 有可能是每天监视你 跟踪你 还有可能呢 是给你搞一个什么阴谋 把你公司给搞垮 或者造谣诽谤你 甚至更奇怪的 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被脑控了 或者被人做了什么人体实验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种这个心理症状 叫做物理影响妄想 这是一种认为自己的思想 情感或者身体 都被外界力量控制和干扰的一种病态的观念 这种外界力量 他们常常认为可能是电波 是超声波 是激光 等等这样的先进技术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 往往会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所想的一切 都是受到外力控制 外力操纵的 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抗的 那么这种症状 在医学上来说 是属于精神分裂的 一种特征 一种症状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被叫做毒心症 这是一种俗称 这样的病人往往会觉得 他自己所想的事情 已经被人们知道了 虽然病人说不出来是怎么被人知道的 但是呢 他心里就感觉 自己想的已经被人知道了 甚至把这事还能搞得满城风雨 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自己 那么这些情况 这些症状 如果被一些不知情的人听到 他们可能会感觉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可能是属于一种神奇的脑控 咱们理解的那种想象中的脑控 但其实如果说是被一些懂相关知识的医生来看的话 他们能够发现 这一些症状 其实跟那些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的症状 是没什么两样的 患者往往会说 自己被思维控制了 被植入了别的思想 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些都是以前的那些普通精神疾病的一些 常见的症状特征 所以说归根结底 咱们以前不了解这个脑控的时候 往往认为脑控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 认为自己被其他人操控了 但是现在我们了解之后 我们发现脑控这个东西 非但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且还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 而对于那些认为自己被脑控的人 我想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劝导他们 首先先去医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保证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这个脑控 咱们就说到这 我是大腕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就能找到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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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大腕 我们的绝密档案 在喜马拉雅已经陪大家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更新了一百多期节目 在这一百多期的内容里 我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怪奇事件 那在今后呢 我们也想尝试去做更多的其他类型的内容 比如一些自然怪象 比如有一些名人的黑幕 或者说是黑帮的发迹史 亦或是各种悬疑大案 以及更多的其他题材的探索 针对这些内容 目前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 我们将会把这些内容做一个大概的整合 放在之后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新的专辑当中 这个专辑的名字暂定叫做绝密档案 深夜调查局200家陈峰的未解之谜当中 需要说的是这个新专辑 我们决定在喜马拉雅作为会员节目 进行独家播出 总计有两百多集的内容 专辑上线时间将会在不久之后的9月9号 大家届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 关键词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 就能够找到这部新的专辑了 在上线前的这段时间当中 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喜马拉雅工作人员的微信 XMLY0330 也就是喜马拉雅四个字的拼音的首字母 加0330XMLY0330 添加微信之后 工作人员将会把大家拉进喜马拉雅官方的粉丝群 届时将会有不少福利活动 送喜点送签名书等等其他惊喜在等着大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专辑将会是喜马拉雅的会员专辑 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喜马拉雅的会员 就可以免费收听本专辑 目前喜马拉雅的会员价格为每个月六块钱 六块钱就可以听到我们的两百多集故事 也是很划算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多多捧场 9月9号我们不见不散 9月9号我们不散开